中国055驱逐舰的一体化围杆具有怎样的特色发挥出了怎样的作用 一体化围杆对于055驱逐舰有多重要 中国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这对于中国其他军舰的发展有着怎样的促进作用 关于中国055驱逐舰 我们都知道其作为中国最强大的驱逐舰 对于中国海军的发展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因此正是由于中国在055驱逐舰上取得了飞快发展 这也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美国朱姆沃尔特舰成为全球最强驱逐舰 然而对于中国055驱逐舰 其标志就在于采用了综合视频技术 而且完成度非常高 没有传统意义上带有支架和衡量的主维 直接应用了塔形一体化围杆 将电子支援系统、电子对抗系统、X波段火控雷达、信标应答系统、数据链系统、导航通信系统等电子系统的天线全部集成在一起 实现了隐身设计、电磁兼容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结合 可以大大提高该舰的态势感知和信息作战能力 因此,这也成为了055驱逐舰克敌制胜的法宝 此外,055驱逐舰装备有高度集成化的X波段相控者雷达 配备的112单元垂直发射系统 不仅具备极强的电子探测能力 还拥有非常出色的打击能力 其中,055驱逐舰最引人注意的可能就是其采用了一体化维杆技术 因为这项技术在全球只有中国和美国掌握 所以中国在055驱逐舰上安装了一体化维杆 可以说是一点也不简单 那么,中国055驱逐舰一体化维杆中究竟有着怎样的黑科技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据悉,一体化维杆又叫传感器系统 就是将各种雷达、通信及电子战设备组合在一个封闭结构中 通过综合设品管理解决电磁干扰和兼容问题 使用一体化维杆技术不仅在隐身性能上能得到大幅度增加 也避免了电子设备受海水侵蚀和外力损坏 因此,这对电子设备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此外,一体化维杆作为全舰的制高点也是驱逐舰的核心装备 随着现代化侦察技术和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 维杆的作用不再是作为从前的人为观测点 而是随着现代化科技的发展 一体化维杆通过安装各种的雷达通信天线 并将其设计成平面式或者球形阵列天线 组成一体化的封闭式综合传感器维杆结构 以便可以最大程度发挥雷达探测的目的 达到最好的探测效果 所以使一体化维杆成为均简现代化程度的象征 但是,要真正实现一体化维杆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它需要多项关键技术的支撑 包括多功能有源相控阵雷达 先进封闭式维杆传感器系统技术 先进多功能射屏系统 复合材料技术等难度非常大 全世界目前只有美国和中国完全掌握这门技术 只有055型驱逐舰和美国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在装舰方面实现了真正的一体化维杆 值得一提的是 在055驱逐舰上安装了一体化维杆 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在军舰上应用一体化维杆 就取得了成功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中国的电子技术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因此随着中国现代化的飞速发展 在055大型驱逐舰上安装一体化维杆 并借助其的综合化摄平管理技术 使055大型驱逐舰上的各种作战需要的设备 都能够以较高的密度来集中安装 以此来扩大舰船上的使用空间 并使它们得到妥善的保护 这就是055大型驱逐舰拥有较高的隐身性能 使其上的各种装备都能够采取隐藏式设计 这就大大降低了雷达反射面积 尤其是对雷达截面积的减少作用十分明显 也极大提高了055驱逐舰的隐身性和安全性 所以中国055驱逐舰在安装了一体化维杆后 就将极大减少055驱逐舰上部结构的重量 从而极大优化了055大型驱逐舰的结构布局 并节省了大量空间 也能够大幅度地增强055大型驱逐舰的作战能力 因此055型驱逐舰的标志就是采用综合射频技术 而且完成度非常高 没有传统意义上带有支架和衡量的主维 直接应用了塔形一体式桅杆 将电子支援系统、电子对抗系统、X波段火控雷达、信标应答系统、数据链系统、导航通信系统等电子系统的天线全部集成在一起 实现了隐身设计、电磁兼容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结合 这也大大提高055大型驱逐舰的态势感知和信息作战能力 也成为了055大型驱逐舰克敌制胜的法宝 正是由于055驱逐舰在一体化维杆上取得了较大成功 所以中国就将这项技术应用在003航母上 并在003航母上安装了一体化维杆 从而使003航母上的各种装备都能够采取隐藏式设计 也大大降低了雷达反射面积 尤其是对雷达减面积的减少作用十分的明显 也极大提高了003航母的隐身性和安全性 所以从以上我们就可以看出 中国在一体化维杆技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功 这不仅显示出中国的强大造舰能力 也凸显出中国在一体化维杆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并且也将继续保持着巨大优势 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 因此 中国055驱逐舰和003航母 借着一体化维杆技术 能够使舰船的外表看起来更加美观 而且更具实用性 所以 中国也就可以借着一体化维杆技术 加强军舰的性能 加快促进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 中国十分注重055驱逐舰的建造发展 也加快了对055驱逐舰的建造 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并且有消息指出 中国首批8艘055驱逐舰已经有6艘进入服役状态 还有2艘也将在今年完成服役 这也凸显了中国在055驱逐舰上取得了飞快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正是由于中国在055驱逐舰取得了飞快发展 此前就有消息称 中国第二批055驱逐舰的建造计划已经开始 而且透露第二批次的055驱逐舰 是第一批次055驱逐舰的改进加强版本 并且还将针对第一批055驱逐舰所存在的不足加以改进 且安装了新概念武器 以此来增强其作战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第二批次的055驱逐舰可能会被称为055A型 此外据外媒消息报道 中国现在正在东北某地的造船厂 进行第二批次055A驱逐舰的建造 并且此次已经开始了两艘055驱逐舰的建造 对此 根据商业卫星对这一传场进行拍摄的卫星云图显示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建造的这两艘055A驱逐舰的长度和大小 且建造的进度也在不断加快 随着一体化维杆技术在055驱逐舰上取得了巨大发展 这就是中国可以将这项技术推广开来 可以在更多的舰艇上安装一体化维杆 这对于中国军舰发展来说 有着极其重大的军事战略意义 也将进一步加快中国海军的发展 扩大中国海军的影响力 加快中国海军走向世界 得到巨大的发展 对于中国055驱逐舰的发展 我们一起来期待吧